大家好,我是 沙沙水安市会计事务所送 根据前几天政府所发布的电子发票 款线期6个月的这个公告 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吧 第一,这6个月几乎不需要单一电子发票 你开普通发票都可以接受 和现在一样咯 第二,这6个月 税务局要知道的是你的月总销售量是多少 每个月申报一张合并的电子发票 consolidated e-voice 就可以了 第三,之前的合并电子发票 你必须要放发票的序号 这6个月无需系统吸取发票序号 随便打个月总销售量就可以了 第四,这6个月电子发票变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了 不过说实话就给予商家一些缓冲的时间 第五,2020年8月的第一批的这个商家延迟6个月 表示第一批上车的朋友要在2025年2月才需要开电子发票 那2025年1月的朋友怎样咧 还需不需要开电子发票给第一批上车的朋友呢 还是说每一批都宽限期6个月呢 表示2025年1月的宽限期6个月到2025年7月 2025年7月的宽限期到2026年1月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等待新的指南更新